回来啦 嗯 顺利吗 顺利 你呢 嗯 可控 好 嗯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这个事情呢 我想了一天了 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 对我的好处远远大于你的 你这么一个 清心寡欲 想要孤独终老的人 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啊 嗯 当然有好处了 跟你结婚 我一共有三个理由 第一 我没有管理好我的家庭 尤其是我妈 对你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我要 弥补这个失误 嗯 接手 第二 第二 跟你结婚 我妈就会彻底消除各种奇思幻想 而且 你是目前唯一个能压得住我妈的女人 嗯 谢谢 第三 第三 我和蔡生都挺喜欢这个家的 也不想再搬了 所以肯定不是喜欢上我的 肯定不是 口受无凭 落尺为真 嗯 这份协议是为期三年的婚姻协定 三年时间足够你完成所有工作上的事了吧 想得还挺周到 可以 三年内 我依然会支付我应当承担的房租 还有这份协定 这一份是婚前协议 里面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婚前婚礼的财产 确保我们协议结束之后 不会产生经济纠纷 这应该也是你最熟悉的 没问题 交给我 还有 关于结婚这件事情 我想尽可能地缩小的范围 还有减少开支 但是我们的婚礼能面责面 你觉得呢 不能同意更多 嗯 我上网查了 去民政局登记时需要户口本和身份证就可以了 户口本现在在我妈那儿 但拿出来应该不成问题 你呢 我妈现在肯定会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那个本子 但是 我觉得 可控 嗯 就这么定了 速战速决 速战速决 等等 不要写 我 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 想一间开支 水不每一天更新的小天局 从第一季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 结局 我想要每一季有个甜甜的你 我想要每一季 夹断甜甜的喜 像一段MV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 有龙转风暴风雨不重要那都不是主题 我想要有一段良善剪辑为你 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 精准的不遮到你的小情绪 跟随着你的脚步自己 彼腹在梦里 妈 妈 妈 你不能这样老躲在里面就出来吧 开开门好不好 商量一下 你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啊 我就是这么不讲道理了 你要想和秦氏结婚 休想 妈 开开门好不好 好好商量一下嘛 一条也没用 他不会给你开的 爸 那你想办法帮我把户口拿给我 户口本早就让你妈给藏起来了 我到哪儿给你找去啊 都是你平时管我妈管的 我管我自己的老婆跟你有关系吗 你的老婆弄得我的老婆受委屈 那这怎么算啊 对的 我们杨家的男人就是不该让自己的老婆受委屈 这样啊 你妈妈的工作呢 我去做嘛 你呢 就回去好好安慰安慰秦氏 自己的老婆自己哄 好不好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秦氏受委屈的 言为定 当然 来 这就是你说的那位啊 怎么看着你小孩似的 多大呢 讨厌 我今天二十八 二十八 好年华呀 可以呀 大嫂 你今天怎么也来了 今天你大哥在学校开会 所以可以让我代表来看看 看看 行了 大家都别看着了 这菜嘛做出来是要吃的 大家都动手吃吧 对 那个洋 洋华 那个我们也不知道你喜欢吃的 吃什么 嗯 就就简单做了一点 你就 随便尝尝吧 阿姨您太兴趣了 做这么多菜来说 随便做错 谢谢阿姨 来吧 吃吧 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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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要吃什么我帮你加 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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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�